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大家介绍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21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根据媒体报道,在地利波核弹 左岸就是赫尔松南部的克林基 作战的俄罗斯第382独立海部旅 就是810旅 由于遭到乌军的炮兵和无人机的攻击 而损失了超过90%的装备和约60%的人员 叛逃者的数量正在增加 因为他们现在被迫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进行突袭 实际就是这个810旅恐怕已经被溃丧 这个810旅可以说在将乌军赶出克林基乔德堡的战斗中 损失惨重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 我记得810旅的参谋长在去年就已经被打死 实际就是810旅恐怕面临着崩溃 特布林斯基要求这些俄军发起人肉冲锋 前不久在俄罗斯的A50预警机被击落以后 俄罗斯的空天军在亚述海地区的活动发生了明显变弱 俄军新调来了一架A50预警机负责亚述海上空的探测 但是也不是担心遭到乌军的袭击 所以新调来的A50它的活动范围已经不敢再进入亚述海上空 它侦测的方向是亚述海克里米亚方向 现在为了安全被迫在俄罗斯领土上空活动 尤其是在罗斯托夫地区 这导致俄罗斯空天军对乌克兰南部陆地和空中目标的监测能力大幅削弱 包括不能有效发现前线地区活动的乌军战机 以及为俄军导弹突袭引导航路 尤其是影响到了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 从这个新闻来看 首先俄罗斯它调了一个新的A50预警 在俄罗斯领土这个方向活动不能进入压缩 这个也侧面说明俄军的A50预警不仅被打下了 而且还是乌军打下的 绝对不是它自己防空部队误击 如果是俄军的防空部队误击 那它就没有必要吓得不敢到亚素海上空 执行这个侦查任务 所以只能是乌军击落 可见这个俄军这个战是越打越窝呢 关于预警机这块 俄罗斯人再也输不起了 因为数量确实有限 非常珍贵 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再造一架 而且如果再打下了一架 俄罗斯的以后预警机 基本上就没有市场了 没有国家会去买 这是战场的一些 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还有俄罗斯国内有什么变化 这个图片报报道 它说根据泄露的德国国防部文件显示 德国和欧洲领导人 正在为俄罗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做好准备 报告称 联盟防御2024兵器推演 模拟了从今年2月开始的场景 普京再动员约20万名俄罗斯士兵 到乌克兰作战 随着军队就位 而来自西方的资金逐渐减少 普京将让军队在春季攻势中攻击乌克兰军队 迫使乌军从现在的战线收缩 以达到他的战略目的 然后他是7月份 这个俄军啊 开始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网络攻击 9月份冲突升级 可能还联手白俄罗斯啊 进攻波罗的海三国等等啊 这个当然是个传言 未经核实啊 图片报解释说啊 这些文件概述了德国陆军将领和严肃对待俄罗斯威学的欧洲盟友整理出来的潜在情景 虽然啊 这个图片报的这个报道啊 是猜测推测 但是现在美国北约随着这个欧战争啊 现役北约部队进入战事状态 要求如下 北约集团国家从现在开始 应做好各成员国以及军方的政府至社会层面的征兵活动 随时准备投入对俄罗斯的战斗序列 北约领导人宣布与俄罗斯的战争不可避免 北约政治委员会主席 荷兰海军上将罗布鲍尔警告北约成员国的平民 虽然盟军已经为潜在的战争做好了准备 但是普通公民也应该为与俄罗斯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他说啊 瑞典已经呼吁起人民为战争爆发做好准备 还有媒体报道说 英国善议院议员表示 如果不是拜登阻挠 英国就直接对俄罗斯宣战了 说英国本已准备好宣布与俄罗斯开战 但拜登阻挠英国这么做 英国前外交部副部长泽卡尔 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啊 透露了上述秘密 2022年夏天 说我在伦敦参加议会辩论 善议院议员们公开抱怨 如果不是拜登的政策 我们早就直接参与这场军事行动了 美国人正在阻碍我们 泽卡尔说 他表示 英国人对乌克兰战争的全球意义 有着清晰的认识 英国人非常清 应该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乌克兰人获胜 英国社会也会积极参与帮助乌克兰武装部队 特别是当英国媒体报道 乌克兰人在采购英国的武器装备时 英国人的捐款就会急剧增加 应该帮助乌克兰人获胜 不仅仅是政府议会的意志看法 也是英国民众的意志看法 这是英国与乌克兰签订安全保战协议的民意基础 英国并不害怕卷入这场战争 事实上 英国根本无法逃避这场战争 这不是英国人挑起的 我能理解拜登政府的做法 但如果没有击败俄罗斯人 主动权就不在西方手里 这是至关重要的前提 美国的克制在某种角度来看 就是一种软弱 为什么要让挑起战争的人 觉得只有他们才敢不顾一切 总之 英国是第一个跟乌克兰签署安全保战协议 英国签了安全保战协议之后 美国 法国 加拿大 德国 波兰 意大利 都纷纷准备跟乌克兰签署 该安全合作协议 实际上这个就意味着 俄罗斯与北约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你既然这么的国家都跟乌克兰签署了 安全合作协议 至少他们对乌克兰援助武器 恐怕就不会缩瘦缩绞绞 随着给乌克兰援助的武器越来越先进 这个普京很有可能要铤而走 这就增加了俄署和北约爆发直接冲突可能性 我们再看看这个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他是怎么说的 1月17号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为了赢得胜利 乌克兰必须将战争转移到俄罗斯的领土 一定要让俄罗斯人产生道德和心理变好 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应该向乌克兰提供 可以打击到俄罗斯领土上的武器 普林肯的这个表态就意味着 美国和北约给乌克兰的武器援助会逐步升级 事实上呢 大家也知道了 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啊 是范围越来越广 打击的这个距离啊 越来越远 莫斯科圣彼得保 这个俄罗斯最繁华的地方 都在乌克兰的打击之力 乌国防情报总局称啊 所有圣彼得保和列宁格勒州的军事设施 均已除乌军攻击范围之内 这个泽伦斯基说啊 世界越来越多的听到 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多战争 但我们有能力阻止 战争将越来越靠近俄罗斯的心脏地带 只有地堡是安全 你看看 泽伦斯基的讲话和布林肯的讲话就呼应上了 非常不容易的是乌克兰啊 现在攻击俄罗斯本土 用的都是乌克兰自产 无人机和导弹 乌克兰到目前为止 并未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就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给俄罗斯啊 造成巨大损失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说啊 俄罗斯几乎将所有的防空 都放到了前线和克里米亚 前线的防空 饱和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 克里米亚可以达到百分之二百 但是 俄罗斯内部防空严重缺乏 乌克兰的无人机 可以袭击莫斯科 圣彼得堡 一些石油化工设备 军事设施 总之啊 乌军打击 俄罗斯领土的 这个能力 是越来越强 关于对俄乌战争啊 这个未来的走向 波兰的外长 叫西克尔斯基 在达沃斯论坛 说俄罗斯下一步会怎样 在辩论中 发表讲话称啊 说乌克兰战争 可能会持续数年 直到俄罗斯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结束战争的不是普京 他说啊 普京已过了回头的时刻 他现在是一个 被指控的战争罪犯 我认为 这场殖民战争 有一天会结束 但不是由开始 启动这场战争的团队结束 他认为啊 殖民战争 通常持续十年左右 在此期间 前宗主国应该得出结论 发动战争是错误 而且在通常情况下 是其他团队 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发动战争的团队 很少承认错误 因此这需要十年时间 这应该是我们基本情景 这个波兰的外展说啊 普京发动了战争 那么结束战争的 应该是俄罗斯的 国内那些反对普京的人 那么他的言下之意就是 要想让俄罗斯失败 一个要继续消耗俄罗斯 第二个要等到俄罗斯国内 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时间比较 换句话说就是 俄罗斯国内有人 起来把普京退放 或者是普京这个团队 退放 Donald Trump I invite you to Ukraine to Kiev so if you can stop the war during 24 hours I think it will be enough to come без нас чому? тому що якщо він каже таке публічно це трішки лякає це говорить про те що якщо його ідея яку ніхто не чув якщо його ідея не буде працювати для нас для нашого народу то він зробить все щоб досягти все одно донесення своєї ідеї і ось це мене трішечки занепокої 乌克兰的副国防部长 说 俄乌战后 和平协议 应该纳入 俄罗斯放弃 核武器的条 同时啊 法国总统 马克龙 他也有类似的说 马克龙啊 最近啊 对俄罗斯 提出了新条件 他说 只要同意 放弃核武 所有被俄军 占领的乌克兰 全部收回 这个战争 才能真正结束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北约这些国家 希望通过这次战争 帮助俄罗斯 实现 去核 我们再看看 这个俄罗斯国内 有什么变化 在莫斯科 红场 勇敢的 俄罗斯妇女们 诉说 俄罗斯动员兵的真相 大家看视频啊 俄罗斯的寡妇村 不是亲眼所见 我都不敢相信 这个村落有一位男性 和五十位单亲妈妈组成 像这种年轻的单亲妈妈 在俄罗斯农村非常常见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就是俄罗斯人 放荡不羁的性格 和一些你们都懂的原因 想必各位聪明的兄弟们 都已经猜到了 跟这个自媒体的报道啊 俄罗斯啊 远东地区 有的村子啊 只有一名男性 和五十名单亲妈妈组成 他们的战俘 因为被动员 被征召去乌克兰打仗 而没有回来 根据欧亚日报报道啊 说从乌克兰回来的退伍军人 对俄罗斯的威胁 比阿富汗战争还要大 乌克兰战场上侥幸啊 没有成为耗材 然后又回到俄罗斯 但是根据这个欧亚日报报道 这些人对俄罗斯的威胁 比阿富汗战争啊 就是前所连对阿富汗发动的战争 那个时候的威胁还要大 为什么呢 他说从阿富汗返回的 都是义务兵和职业军人 而现在从乌克兰战场返回来的 都是一些暴力犯罪分子 他们从监狱里面 被征召到乌克兰 然后他们侥幸活过了六个月 然后他们得到了赦免 说啊退伍军人重返社会生活的困难 导致了他们越来越多的转向犯罪活动 莫斯科终于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当还没有弄清该怎么做 他将采取做法 可能会加剧其母兵参战的难度 和维稳的困难 这些人参战之前 本来就是囚犯啊 罪犯 那参战完之后 回来变成个正常人 但是他们的生存又出现问题 找不到工作 那么他们又干起老本行 又变成罪犯 所以说他们对俄罗斯的这个威胁 对俄罗斯社会治安 对俄罗斯的稳定 是一个大麻烦 关于真兵啊 我们再看看乌克兰 有很多媒体啊 尤其是这个中文的那些头部慌额 他们就说这个乌军啊 现在开始强行征召这些女兵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乌克兰的 一位姑娘现身说法 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我是开枪 最近看到有人在说 乌克兰争女兵的视频 我觉得不够正确 我给大家补重一下 自从开战以来 乌克兰女性 无论什么恋人 都可以自由的离开 去往别的国家 有一些女性资源保命 可以通过部队考核 才能加入部队 这个政策到目前为止 没有变化 我说的清楚吗 只能去告诉我 谢谢大家 由于英国人呢 与乌克兰签署了安全保战协议 那么俄罗斯啊 为了针对这一协议 报复和惩罚英国 所以啊 俄罗斯宣布撤销了 与英国在1956年达成的捕鱼协议 不再允许英国渔船 在巴伦之海进行捕鱼 对吧 你跟乌克兰签署什么安全合作协议 那么我就要惩罚你 报复你 报复的手段就是 不让你在巴伦之海捕鱼 这会给英国造成什么困扰呢 说英国人最喜爱的美食之一 因克里姆林宫计划 撕毁数十年前达成的 允许英国渔船 在俄罗斯北极水域捕鱼的协议 正出威胁之中 全国各地炸鱼薯条店 供应的大量鱼鱼和黑线鱼 都是在这个水域捕获的 什么意思呢 俄罗斯人啊 不用说英国到巴伦之海捕鱼 那么英国人现在就没有炸鱼薯条吃了 这个对英国人的打击啊 是费成巨大的 这个俄罗斯人已经混到这地步了 报复打击英国人的手段了 如同儿戏啊 老养啊 1月19号 白俄罗斯总统罗卡申哥 在参观明斯克地区的一家汽车工厂 是表示啊 俄罗斯向白俄罗斯转嫁了可用于 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的核导弹 这些导弹可以直接飞完波浪 他对俄罗斯表示了感谢 并提到 俄罗斯是用自己的资金 向白俄罗斯提供了战术和武器 大家看视频啊 要说谢谢乡人 他们我们很棒的帮助了 我甚至说不说 这种核武器 在传统的核武器 它们都放了所有的核武器 当时在芬德尔导弹出了 核武器 所有核武器都放了 这种核武器 不这种核武器 但是我们 我们的网络 我们赔了 我们赔了 我们拿着 我们有一个控制制 我们上过危险的颱导弹 我将给大家发 내� 一种活动ved 卢卡申哥说 白洛斯拥有了核武器 所有战牙舞爪的行为都消停了 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包括我们的邻国和其他国家 但不仅是我个人 还有新一代政治家 都不愿意考虑使用这种武器 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 这个卢卡申哥 非常狡猾 他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他无非就是向西方国家诉苦 在白俄罗斯部署这些战术核武器 纯粹是普京个人的意思 是普京强加的 是普京自掏腰包 是俄罗斯自己花钱 维护保养都是俄罗斯人 只是在那部署战术核武器 卢卡申哥无非就是向西方国家表明 这个可不是我卢卡申哥要干的 而且我们不愿意考虑使用这种核武器 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 这个卢卡申哥现在啊 已经是神神叨叨的 精神似乎有点不正常 恐怕压力太大 什么压力啊 就是一方面他也不能跟俄罗斯脱离 第二方面他也认为俄罗斯满意完蛋 这个传案肯定是要成的 所以他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绝望之中 这个卢卡申哥还说啊 他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已经建立了一种地球上没有人知道的或不知道的关系 然后卢卡申哥一再强调啊 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都是主权国家 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那意思就是说白俄罗斯不是俄罗斯的服用 如此同时他指出任何关系 即使是最理想的关系都必须得到改善 鉴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忘记 创新必须考虑到主权和独立 这个体系是共同的 相似的 但必须有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卢卡申哥对那些报道 白俄罗斯失去独立的媒体表示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卢卡申哥说啊 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你看在这片属于我们的人民主权领土上 只有我们才能对我们有利的条件下 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 卢卡申哥说这么的什么意思呢 无非就是想告诉普京 我们是有独立主权的 白俄罗斯绝对不是俄罗斯的一块领地 白俄罗斯不是俄罗斯的附属国 这个我们再看看啊 俄罗斯的财政部宣布啊 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 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中 已经没有美元 没有欧元 好消息是 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 只剩下人民币和卢布 这个俄罗斯啊 果然是越打越富有啊 导致人民币啊 在俄罗斯成了西航物 成了宝贝 所以从这一点呢 希望普京啊 继续努力下去 继续加仓 好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